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早以前凯恩斯也好 亚达斯密就是这些经济学的鼻祖 就一直把经济学定位成什么 关于道德的科学 你必须讲道德 亚达斯密本人我们把它看成是经济学的鼻祖 但事实上他本人从来没有讲过经济学 他讲道德 他的教授的职位就是道德教授 哲学与道德教授 那怎么讲到市场上 所以你到现在你看经济学发展最堕落的这什么地方 就是你刚才讲的越来越没人味了 越来越没道德了 所以这么多年你看经济学除了玩模型 讲效率 很多情况下 效率就血淋淋的 讲GDP 就好像没有跟幸福啊 讲经济人理性 没关系 所以我今天一听说这个于老师呢 于老师研究周一 研究各种各样的 尽管我对朴槿惠没兴趣 但是我对于老师有兴趣 但是于老师对闺蜜有兴趣 我跟你说这个韩国也是这个出大事了 这个有些事情我觉得聊的这个大家兴起啊 太有意思了 朴槿惠成了韩剧的主角 我过去对他是那样的一个印象 我认为朴槿惠的心是冷的 就除了刚刚说那件事 灭绝色态 他的剑是冷的 他的手是冷的 这孙子冻上了 我觉得以为他经历了这样的父亲被刺 母亲又早逝啊 这种感觉是一个内心冷硬的这种女性领导人 结果发现原来也是一个需要依靠的人 有点脆弱啊 问题是他依靠的这个人呢 现在给逮了嘛 就是强行 我发现那天我们讲韩国的产品 可能我不是研究专业工业的 但是我使用韩国的家电产品 我有一个体会 就是他愣 他干什么就愣 而且他追求这个技术指标啊 他是只攻一点不及其余 这是我对韩国的印象 比如说他电视机鲜艳 鲜艳的就是鲜艳的都不平衡了 他就追求 但是呢 极致 你看韩国出的这个事 攻击老百姓上街 然后这检查 他回回总统弄这事 就是说检查机关光机就上千瓦台 那就是他就对追真相的追查 也是走到极致 他不像我们 我们很多东西都不了了之了 后来 他也不叫极致 他就是有一股的愣劲 愣劲 生猛劲 就是说光机搜查 把那个档案拿出来 然后清瓦台这边就还维护总统的 说我们这重大国家机密 不能你只能我们主动给你交档案材料 你不能到我们这强抄 没人情味 他一弄就变成 弄起来 你看看 你看看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崔顺石 崔顺石 回国了 回国现在被抓 就说我翻了死 认错都是这种 撕心裂肺的 你看这个劲 我看这个 我不想再送我的肉 我只是认为 Orientate 我运气成踪 我真的给可论貌 我运气成 我这个韩国的电视剧 为什么这么好看 其实从现实里面能找到原因 非常好看 他们确实比较抓 我现在学着英文 我对这个事其实之前没有太关注 因为现在我发现这个网络上 这很多东西都是假的 就是可能人家那边 可能风平浪静 我们这边炒的火热 因为朴槿惠要不说萨德 你得罪中国 所以中国网民不干 炒出很多类 比如说一点两点三点邪教等等的 我对这些 因为我自己对这方面没有辨别力 咱们是一个政治人 我所以不知道 但是现在今天看这个 因为带着那个帽 我看那个帽像一台老师的 他真有这个帽 然后你发现很多热闹的场景 而且剧情细节等等 都跟那个韩剧里面是差不多的 所以这个我就到现在为止 我还是想不明白 如果说仅仅是因为干政 就是帮他的闺蜜 然后修了一下讲话杆等等 我还觉得挺好的 我也我也是 我也跟马老师的看法一样 我说为什么会这么愤怒 因为因为你看 我我我刚才会问那个马爷了 我说你写的文章 太太看不看 他说他看 给他看 那我我写东西 我也会第一读者是我的太太啊 他也会提意见啊 崔润石是他太太吗 不是不是 我只是说我们要会给身边的人看嘛 我们就说至少我太太也好 或者说朴庆辉的闺蜜也好 都是他最最亲近的人嘛 他会有 我觉得这个是情有可言 我也看见一篇 就是说文章 就是跟你们这个观点类似 就是说啊 说是这个没有什么法律规定 总统不能请民间人士 对 这个参与他的一些个幕僚 或者是商量一些事 当然如果说他是这个法律的 不能够给民间人士的文件 对 法律规定不能泄露给他的东西 对 那当然是违法的 对 但是呢 如果没法律没有这个明确规定 那他的同学 他的好朋友 对 说我明天来演讲 帮我出出主意 我就没错 我来之前呢 我还有查了一下啊 我看看这个 究竟违背了什么要的法律 他好像有个总统导案法 就是说你要是 这些东西是不能给人看的 那么即便如此 我们假定啊 即便就说触犯了这么一个法律 但是也不应该有如此大的愤怒 你看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画面 对 那是非常愤怒的 那种愤怒的情形 就是说一定是有深仇大恨 才会这么 然后雷 来围攻他 然后来怎么样 他会见 刚才文涛说了一个词 你说是抓还是什么 韩国人有个什么劲 愣劲 愣劲 我觉得这个就表现的就是他的社会啊 他还是能够起到一个 我觉得一个我们说的正常社会的那种精神 能把人的日常生活中的细节中的 那个不妥当的东西抓出来 抓出来让他有那种羞辱感 让他有那种 他戴个帽子 他遮住自己 这是我们东方文化都有的吗 他不像我们 我们有很多贪官 我们有很多贪官 不还在镜头面前微笑吗 对对 他这个 他没有羞耻感 韩日好像还是有这个耻 这个字 对对对 就是他耻啊 你包括为什么 这种表领会还没怎么着呢 我也道歉 我也认罪 而且讲死罪 对 他就咱 他是不是他们文化当中觉得你这个人得知道害臊 你知道丢人 你知道羞耻 对吧 也许你没有那么大的罪 但是你行事不妥当 不妥当 你做人就是你在这么高位上 对 好像 但是实际上啊 就我跟你说 他也没有那么简单 就因为什么呢 你就说韩国人为什么反应这么大 这么大 太巧 对 他反应这么大呀 因为就就像你说的 跟很多事结合起来了 甚至现在就结合起来说 三星 嗯 你知道吗 我给你们看一看一些照片啊 这是咱们可以看看 这个 你瞧 被操纵了 对对 这是我们的总统被操纵了 这是他们年轻的时候 这个崔胜石 这个崔胜石他爹 啊 崔泰民 是一个 崔泰民 是邪教的 是一个教的教主 你看这一边是这个 这个谁啊 朴槿惠他爹 一边是这个崔顺石他爹 嗯 当年崔顺石他爹 作为一个什么教的教主啊 嗯 据说洗脑了 嗯 朴槿惠 啊 然后呢 就是预言 他妈呀 将会被刺 还预言 给他有使命啊 等等 然后呢 你看 事情的发作就是这个女孩 嗯 这个女孩 这女孩 你知道 这个二代啊 这个二代 对 崔顺石的女儿 在这个学校里 是吧 飞扬跋扈 对 甚至弄匹马 还跟同学们炫耀 对吧 嗯 结果这些大学生 就是说调查他 没错 一调查 查出崔顺石 而且韩国 我就说韩国媒体 不愣的 嗯 韩国公安还没动呢 韩国媒体 我就喜欢这个细节 我不是 韩国媒体翻 崔顺石的电脑 崔顺石人不在办公室 对 他电脑里抄出来文件 发现 哎 直接到他家里去了 原来是总统的闺蜜 总统的演讲稿 他改过 嗯 然后这再一查 就说崔顺石 还有什么八女头 不是八 咱们是八女干政 八女干政 好家伙 这就像咱们当年 有个历史上 有个八王之乱 八女干政 然后这又说 这些跟某些财团的计划 有关系 跟什么什么 咱们先去下广告 再论啊 强强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现在还说 这早就维基解密里头 都透露了 嗯 就是说是牧师 有一个神什么的 控制了他的灵魂和身体 嗯 甚至于就是说 2013年 金正恩同志 早就指出了这个问题 哈哈 说他是亏类 我想起来 对 朝鲜他有情报部门 我估计他是得的情报 你说金三人这个事是真的 是吧 早就指出了 早就指出 他就亏类 这个肯定是个笑话 说那个傀儡 他就一般叫是伪政权 对对对 就是美国的 对对对 他肯定是这个意思 是美国的傀儡 美国的傀儡 但看出金正恩 人家有这个眼光 对吧 一眼就看透了你 对不对 对对 然后为什么说 马先生 你是这个经济的 我就跟你讲 他韩国这么大的一个愤怒 嗯 照你们的观点来说 大不了闺蜜 看个演讲稿 对对 没那么大的罪 对 可是呢 这事就是 嗯 他们说啊 朴槿惠近喜年 明显不靠谱了 哦 就说走火入魔了 就像你说的 嗯 跟中国你最该 中国是你最大的客户 对 你最该跟中国搞好关系 离那么近 对 你又部署什么萨德导弹 对 弄得一塌糊涂 然后韩国的经济 这种家族企业 啊 支撑着国民经济的大半壁江山 对 连连出事 就三星企业 这都跟国家企业一样 对对 你看看这个照片 三星已经到什么地方 就是说 这在被中国网友抨击 对 在东北那边听说 三星中国区的这些个高管们呢 下跪 为了让他们买三星的 订三星的东西 感谢他们还订三星的东西 在东西炸了之后 嗯 扑扑通通下跪一个舞台 真是 后来有人说了 说他们是出于感动的 但是这网友没有挑刺了 说从这个照片可以看出来 有一个韩国三星的高管 硬摁着两个员工的头 让他们下跪 这更反映你们韩国人 就这种 这种企业文化 这种企业文化 这个三星因为 这个在整个韩国 它对韩国经济的重要性 对 相当于房地产 对中国的重要性 哇 它占的比重 非常大 它的产值 占这个 它的GDP的比重 嗯 它的利润 占整个韩国的这种 国民的收入都是非常大 绝对绝对的资助企业 可以讲 所以现在我们俩还刚才开玩笑 说这个我们一直搞不清楚 这个三星为什么会爆炸 对 对吧 因为这手机爆炸 最终肯定能找到原因 现在就是你整个 究竟程序问题 还是软件问题 究竟硬件问题 到现在为止 没有搞清楚 嗯 然后它那个 那个7S 好像也 也出问题了 刚才我们想 是不是因为邪教啊 对 副体了 只有这个解释 只有这个解释 然后哎 你就说你们刚才讲到的一点 我也觉得挺有意思 就是说 呃 当然崔顺 崔顺时 跟他是闺蜜 对吧 有些人还甚至就说是同性恋 什么的 那都可能瞎掰了 但是 如果不是闺蜜 嗯 就像你说的 如果是夫妻呢 嗯 一个总统 嗯 比如说希拉里 假如他选上总统了 嗯 他的这个演讲稿 或者他的对国家的一些打算 嗯 他会不会跟克林顿躺床上两人商量呢 这个肯定会 那要是被人发现了证据 不是 你算不算克林顿 有没有说克林顿干政 这个美国 美国这个总统选举 总统选举 你看他有一个自己的私人班子 嗯 私人班子 而且请的很多都市 比如说他在经济层面 要挺顶尖的教授 对 这个社会层面 法律层面 都请的是那些 比如说哈佛等等 顶尖的这些人来给他写 有些人写稿子写得特别好 是 比如说美国有个经济学家 叫加尔布雷斯 哦 对 当年的肯尼迪写稿子 哎呀 有些稿子文毕飞扬 你现在拿出来读 能够指导中国经济的 就是他有这么一个传统 对 就是说 哎 我这个 我有私人班子 给我来写 你看那个川普 然后抄别人的 嗯 也是他请的班子抄 班子请错来 然后抄的 而且那个希拉里还讲过 他有一个竞选的一个噱头是什么 嗯 就说你看啊 我们经济现在也不好嘛 嗯 那个 我当选以后等于是有两个总统 一个经济总统 一个我 因为克林多 我会 我会让克林多得管经济的 哎 美国人是接受的 嗯 所以这个传统 你看我们有时候假不能任人为亲 对 其实在美国你发现没有 就是任人为亲 是的 因为我要负责 对对对 我必须选我熟悉的 选我信得过的 没错 小布什选的都是他爸的那些老人 老布什的那些老人 所以这个传统不一样 我刚才 刚才你讲了之后 我觉得有一个道理 可能明白了 就是他们最大的愤怒 还是父辈 啊 就是你的贵蜜的女儿 对 在那个大学里边胡作非为 而且就传说这八女 对对对 跟一些大的国家的项目 有关系 对 包括一些资金 你看他那个那个 那个基金会 对 基金会里边这些钱 现在我觉得下一步 就是这个这个老崔啊 就是他可能最需要证明的 第一个 他没有利用 小警惠 来这个中报私囊 第二个没有挪用钱 第三个呢 没有利用公权力 对 为自己做事 这个可能是韩国 可能最愤怒的 第一次没有人相信了 对对 这个 我觉得这个事 那个给我们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感受 就是说 让我们知道 无论是美国还是韩国 他的number one 不是孤家寡人 不是神 对 他背后都是有一波 就像我们说的亲人啊 朋友啊 同学啊 包括美国 经常是任命同学 三人住个大使 对 这都是正常的 正常的 他不像我们 我们就以为他就代表 国家公器 国家元首的地位 他身边就没人了 他跟第二号 或跟他的同学 已经拉开距离了 嗯 已经用你的话 已经无情无欲 无亲了 没到这种程度 哎 其实 一直就有这个传说 就是你比如说这个 说美国总统 比如说 说说林肯总统 实际上 背后有个星座 星象学家 这个认识也是言之作作的 我发现各国都经常 有这么一些 就是说 实际上他全是要看星盘的 那么还叫里根 原来也很 说是里根还是林肯 我忘 占星术 占星术 他背后有 你说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什么可能 就是说 国家的这种领导人 有的时候 这面对一个国的命运的时候 这个我觉得很正常 像那个 比如说斯大林在二战前 他也是要 他那么一个唯物主义者 他要祷告 希特勒去攻打波兰前夜 他也是在祷告 咱们有 蒋介石也曾经祷告过 咱们不是也有那种 一直有那种民间传说 什么8341部队的 什么来历 什么的 但是你知道很有意思 这个有一个当年这个文革的时候 有个抓进去的一个一个造反分子 叫七本宇 七本宇呢 曾经做过这个毛主席的这个秘书 后来他这个回忆录里啊 写到一个细节 跟政治没关系 但我觉得真挺神的 看得我渗得慌 你知道吗 就是啊 这是言之作作的 他说啊 刚刚建国的时候 从那个武当山还是哪 龙虎山 来了一个老道 老道90多岁了 然后老道练的这个金丹呢 还是老道做的一个药丸子 献给毛主席 就说毛主席 我老道练这个绝对保证能活到90岁 又活到90岁 然后呢 当时七本宇就在旁边 毛主席不信这个 他还说毛主席一笑 说我我不信这个 七本宇去吃吧 你把这个收起来 然后七本宇就是说他没吃 他就说啊 当时呢 让王东兴吃了 王东兴同志 和这个毛主席身边的另一个警卫员 说就给他们俩吃了 结果都活过90岁 你去百度查一查 王东兴同志和那个警卫员 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那个警卫员 我最后一查 真是啊 真是都过90 真是 有一个刚刚就是90 当然这是 这个巧合吧 巧合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知道我看这个女性啊 也挺有意思的 这个我这个闺蜜 我也闺蜜 闺蜜 现在闺蜜啊 是女性朋友圈的一个大话题 对 说什么防狼 防什么 防闺蜜 防闺蜜 你说这个有没有点歧视女性的色彩 就是说男人朋友之间是不是也有这个这个建立忘义 或者互相黑对方 他跟女人说的这种闺蜜 你比如 他是不是意思是说那个女人是天然的媒体 自媒体 他可以传播 你这个非常有意思 是吧 真的 因为女人就是你这个话只有两个女人 然后一下子全部女人都会 基本上这样 他保不住蜜 而且 闺蜜 闺蜜 这女的说的就更阴了 更狠了 我看她们女的就是说 现在都有防闺蜜 就是说你最大最能毁掉你的一生的 就是闺蜜 这咱仨男的咱就未必能明白 有的闺蜜甚至就是能够到达说 他们的几个原则 永远不要带你的男朋友 见闺蜜 抢男朋友 见闺蜜 这闺蜜就是能够把你的男朋友抢了之后 然后他们俩婚礼还能敢给你发请帖 这是女的们说的 说你要防止这种闺蜜 然后就是说 你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情 再好的 因为女人在一起还特别容易互相亲热 她有这个心理需要 而且掏心窝子 您怎么这么了解 像是红楼梦里走 而且我去看很多女孩子 你看都是从最最亲密到反目成仇 所以现在如果我们回到这个朴槿惠跟崔颂时 我还觉得挺感动的 到现在为止没有听出他们两个有什么 而且你看出这个事以后 老崔还从德国回来了 他没有躲他回来 而且他直接没有 我们现在没有听到说他推卸给朴槿惠 这是他让我干的 情比金尖的 对 他让我干的 说怎么样 把这个责任全部推出去 而是说我自己有责任等等 所以他为什么对他非常依赖 可能还是有道 那就说明闺蜜还是值得信 因为那个啥呢 那个余老师 他是研究周易的 有一段子我看他写周易很好 你说这个东西 你看现在东亚事特别多 韩国的国籍 就是太极八卦 你觉得跟这个有关系吗 就是现在这个用事 是不是到了东方这个地方 真的 你跟我们讲讲 我今天来的主要是想听你这个 有有有 这个这个问题大了 这个问题大了 但是我觉得那个日本也好 还是韩国也好 跟你刚才说的 他那个那个那个叫什么劲儿有关系 他确实是 愣劲儿 愣劲儿 日本也有那种 生猛的 不记得什么的劲儿 很生猛 就刚才把马爷也说高丽棒子火气大火气大火壮 这个我觉得其实也是 但是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包容 你对谈官 对这个政治人物的很多 你说中国很多关系的一些作为啊 如果说拿到韩国呢 那肯定不能容忍 那是您容忍 为什么 对 让我们就其实很包容 对 我告诉你 我见过在在北大还是在哪 在在中国大学里的一个韩国学者 他分析这个事情 他说为什么韩国人火气爆 就脾气爆 他说你看我们的地形 是狭长 你看当年美军人川登陆 他说你大陆人哪 你有广阔的腹地 你可以撤退 他说对我们韩国人来说 人川一登陆 就是我们一打就是背水一战 我们后再退就是海 我们是个特别狭长 岛国 你看 这就是跟日本一样 岛国和半岛 他这个性格 一下就跟你最后死磕 因为不死磕 后的就是海 而且你看那个 那个岛国 他都有危机感 对 而且在危机感的情况下 他爆发出来的那种潜力非常巨大 人类文明走到今天为止 其实两个岛国 你还真的重视 一个是英国 我们现在所有的文明 都是大英帝国 当年漫漫的 对吗 政治文明 技术文明 工业文明 所有的几乎都类似在这个地方 包括法律 然后第二个 你看日本 日本他学的很像 他们两个为什么都能够迸发出这么大的潜力呢 就是岛国文化 就是因为他 我没有活路啊 马拉夫说的就是他要不断的重新 每天生活在绝路上 所以他可能对一点点的这种瑕疵 公众人物瑕疵 因为你代表我们 我们的命运可能交在你手里边 你出现一点的瑕疵 他可能无法容忍 当然我觉得朴槿惠这个事走到今天 还是跟他一到最后了 就是一个总统到了最后以后 你最好看 你干得最棒 当然除非你真的 你真的非常非常棒 可能老百姓还继续支持你 复杂到最后以后你可能一目是处 省美疲劳 再加上你的很多问题 包括这一次不是那个韩国准备修宪吗 修宪总统可以连任 现在也认为是老崔在后院在使会 我现在就是这个 就是有理由推测 就说他的这个模式啊 还是跟西方不可能是一样的 因为你看他的国家的经济 他什么叫资本主义 他是家族企业 就占到了百分之七 六七七八十 几个大的家族企业 一个这样经济模式的国家 我就说我有理由没有事实根据的去推测 他的政治没有那么简单的 那你推测是对的 对吧 他肯定是 企业模式 背后的各种势力在 对 你就是我 我相信他这个朴槿惠 背后的他的政治运作呀 对 不可能是像咱们理解的 像西方式的民主 他也不可能是那样的 对对对 但是他背后是不是催 催损实 嗯 你知道甚至过去有人说中国 就是某个年代都说 嗯 说哎 在前那的 对 那都是傀儡 对对对对 后的 真正有实力的在后的 对 是不是 而且现在都能听到说 你看我有这么多钱 你知道我给谁拦着吗 对 也会戴池 我是戴池 戴池的 对 我是空手套 戴手套 当然这个也很正常 因为经济本身它决定政治 对 我觉得这个也 代表 所以我们不能 给他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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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